那黄磊一顿佛跳墙让大华双眼迷离拼令扇扇子 最后直接晕倒在床上 才明白黄小厨凭啥能让大半个娱乐圈闻风丧胆 只能说大华还是太年轻 没有掌握多说一句话就少吃一口饭的绝招 反观把吹捧练到如火纯青的何老师 以及演技派老鲜肉陈鹤 吃黄磊的饭对他们根本没有难度 二人生动诠释了什么叫没有感情纯靠眼睛 而当黄磊看到一斤黄酒还没把陈鹤放倒后 便在陈鹤第二次去蘑菇屋时立即加大劲了 在炖的猪蹄里倒了整整两斤黄酒 难怪陆寒在啃肘子时内叫一个五官紧凑 却一口接着一口 看似吃很多实际一块都没有吃掉 而黄小厨好似看戏一般 光看不吃只来等着被人夸奖 不过陈鹤和陆寒也相当上等 纷纷对着镜头赞美了一番 把咱的黄大爷哄得喜滋滋 还招呼他们在饭上淋满汤汁 你来个米饭和这汁绝对好吃 这个汁和米饭真的是 结果这一勺直接给陈鹤干猛了 连自己最爱吃的小龙虾都顾不上吃 只想赶回房间睡觉 而大张伟的到来我愿称之为内鱼第一大勇士 因为他直接明说了黄磊的各种滑铁炉时刻 要知道号称是大厨的黄磊做一顿饭需要四个帮助 从白天到晚上忙活一整天能一个菜都不上做 要是其他嘉宾可能就忍忍或者选择回屋睡觉冲击 只有大张伟贴脸开打直接吐槽 而黄磊只能通过哼歌来假装自己听不见 看给大张伟急的感觉都想上手了 而这边的黄磊做饭手法更是狂野 西红柿直接徒手捏碎放进锅里 主打一杯硬度吃法 而且那天大张伟一共就点了两个菜 其中的炒干还是第二天一早做的 不过本以为这道北京菜能让身为北京人的黄磊时拿久稳 不料大老师一口吃下去 难吃二字瞬间反弹上来 专业品炒干的听见吃黄老师 这炒干厚咸厚咸的 我比厚还咸 那你要不就再喝点水 嗯再喝水 而这样的场景多年后在鹰子身上再次上演 那鹰也只是随口一提鸡爪没入味 没想到再次让黄磊有了应激反应 我觉得你这个鸡爪子吧 嗯没入味 得蘸着真实 咸了就喝水淡了就加料 而身为敏感鸡的黄磊却只能夸不能挺 难怪后来的向往的生活越来越假 原来不是慢踪而是演技训练营